新冠肺炎仍肆虐全球 而一向被视为抗疫优等身 本地个案经常清零的中国 近日因Delta变种病毒入侵而再度爆发疫情 中国南京机场在7月20日出现破口 并在2-3周内扩散至9个省23个城市 国家卫健委最新通报 内地在8月6日新增124宗确诊病例 其中多达80宗为本土病例 被称为印度神童的占星预言家阿南德 在今年6月发布短片 他在短片中分享了对中国疫情的看法 称由于没有具体数据 加上中国在资料保护方面非常强大 不会向外界透露所有事情 故不能百分百确定中国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认为中国目前是绝对安全 而当时中国还未有爆发严重疫情 据料阿南德发表短片不久 中国基因变种病毒制疫情蔓延 与阿南德的预言不谋而合 另外阿南德曾于6月预言中 点名美国、英国、印度及日本四个国家 于6月20日后到11月21日期间 将有特别的事发生 而到了7月 这种动荡和不安会更明显 果不其然 来到7月 英国及日本新冠疫情大反弹 印度一应暴雨水灾至少已造成138人死亡 美国则爆发死亡率相当高 难以抑制的超级真军耳念诸军 以及发生黎克特制8.2级地震 而英国一批学者近日更警告 称差不多肯定一个新冠病毒 SARS-CoV-2的变异病毒诸会出现 引起全球关注 新冠疫情爆发后 阿南德曾多次提及多个打了大量疫苗的国家 都出现疫情大反弹 除了中国以外 美国及英国确诊人数一大幅反弹 综观以上情况 不少网民不得不说印度神童幼众 现在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阿南德于7月18日发布的影片中 预言第三波疫情四个关键时间点 这四大关键时间点包括 2021年7月中 世界面临戏剧化的转变 许多事件会发生 但只是冰山一角 而7月21日木星开始逆行后 糟糕的状况会更为明显 2021年6至11月 全球将会面临第三波疫情大流行 无论哪个国家都难以幸免 但规模会比先前第二波小 最大的一波疫情将会发生在明年4月 火土大河时 2021年12月21日 疫情在进入冬天后更加恶化 但经济会开始复苏 直到明年4月前后才会再次受到冲击 2022年4月 全球将充满一连串的巨变惨况 这段崩溃时期将显示出 未来几年全球的大致走向 阿南德也再次提醒大家 无论你在做什么 处在什么位置 一定要小心防范 虽然也有人认为 阿南德发出的预言不计其数 并非所有预言都成功应验 但不管如何 疫情至今未结束 变种病毒依然肆虐 多去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 始终保持正向的信念等 这些永远不会是坏建议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呀 谢谢你们的支持